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太福音 第21章 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奇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 还有驴居同在一处 你们解开 迁到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 主要用他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 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啊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居子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地去行 牵了驴和驴居来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水的众人喊着说 和撒纳归于大魏的子孙 奉主铭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撒纳 耶稣寄进了耶路撒冷 何成都惊动了 说 这是谁 众人说 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耶稣进了神的殿 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在殿里有虾子 瘸子 到耶稣跟前 他就治好了他们 祭司长和文士 看见耶稣所行的歧视 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 和撒纳归于大魏的子孙 就甚恼怒 对他说 这些人所说的 你听见了吗 耶稣说 是的 经上说 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了赞美的话 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 出城到博大尼去 在那里住宿 早晨回城的时候 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 就走到跟前 在树上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你永不结果子 那无花果树 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了 便稀奇说 无花果树 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 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得着 耶稣进了殿 正教训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来问他说 你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若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 从天上来 他必对我们说 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 从人间来 我们又怕百姓 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来对大儿子说 我儿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他回答说 我不去 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 他回答说 父啊 我去 他却不去 你们想 这两个儿子 是哪一个遵行复命呢 他们说 大儿子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 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因为约翰尊者义路 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 税吏和娼妓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 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 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 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 租给原户 就往外国去了 收果子的时候进了 就打发仆人到原户那里去收果子 原户拿住仆人 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 用石头打死了一个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 比先前更多 原户还是照样带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 到他们那里去 意思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 原户看见他儿子 就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占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 推出葡萄园外 杀了 原主来的时候 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 他们说 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 将葡萄园 令租给那按着时候 浇果子的援户 耶稣说 经上写着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谁掉在这石头上 必要碟碎 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听见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想要捉拿他 只是怕众人 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听见了耶稣的教训 就让他们想捉拿 耶稣的念头越发强烈 相信他们之所以恼怒 代表耶稣说的 他们都懂 但遗憾的正事 他们都懂 却仍然不愿意回头 让我们彼此鼓励 求神赐给我们可听的耳 更赐给我们谦卑 回转的心 跟随他的心意 也许我们都一样 有叛逆的时候 但我们宁可像比喻中的 大儿子一样知错能改 也不像小儿子一样 缺少了真实的敬拜 我们且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赐给我柔软谦卑的心 不只听得懂你的话语 更能真实地跟随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以抓紧神的话语 进入丰盛的命定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